HELLO,大家好,我是Philip 這次又是煮食的時間 這次做甚麼呢? 就是做叉燒蛋炒飯 因為有時在家裡一定會剩下的冷飯和叉燒 好,廢話不說了 慢慢煮完要吃東西了 首先把剩下的叉燒切成粒 大小,隨你喜歡的,我自己就沒甚麼所謂 切到大約大小就OK了 你看到就這樣,OK 好,這些待會是備用的 切好叉燒後,就開始開行 說明蛋炒飯當然有蛋,飯,還有一些切到的叉燒 沒有的啦 簡單版 嚴重簡單版,因為有人吃青豆 要不然你可以加一些雜豆,例如粟米,急用青豆 起碼顏色比較好,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好,這個時間就加多一點油 我認為炒飯是不可以少油的 因為炒飯是不可以少油的 這樣慢慢壓鬆一點飯 慢慢壓鬆一點飯 好,等一會兒 其實很多人在討論 就是炒蛋炒飯 究竟是先加蛋還是先加蛋 還是先加蛋 還是先加蛋 在於我個人來說 我真的沒所謂 一樣東西都可以 但我自己的習慣是先加飯 炒乾了的飯才加蛋 這樣呢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好吃的 如果你把蛋混合在一起炒的話 我覺得太濕 飯不夠乾 但如果只是先加蛋 那肯定蛋就熟了 就不能加飯 好,差不多炒到差不多了 看到好像現在這樣 已經散散的時間了 OK 就一次過加蛋 再加蛋 在這個時間盡可能的 馬上拌勻 因為我自己喜歡 比較多蛋 所以我加了五隻蛋的份量 現在你看到 那些飯還是處於一個很濕的狀態 但不用怕 給點耐性慢慢炒乾 炒飯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大技巧 最重要就是耐性 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炒飯乾了 才可以 有些人 他炒得這麼快 好像現在這樣的狀態 就覺得OK 就出鍋了 其實這個飯還是很濕的 好,在這個時間 現在 順便幫助飯調味 加點鹽 加點鹽 好 現在呢 你再看一看 飯呢 其實已經比剛才乾身了 對不對 在這個時間 你可以的話 就加上你的配料 譬如你那些 叉燒 青豆 其他所有東西 現在你依次下鍋 就可以慢慢地拌勻 炒飯 那些配料 那我炒飯基本就可以了 好 完成 非常簡單 炒飯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好